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98新闻台FM98.1 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学者 我们通常就是聊很多概念的时候 就是个人随便想一下 议测一下 可是后来我感觉有些东西每个人议测 你知道我访不同的来宾啊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们就会想要有某种真相 这时候就是要有某种研究的背景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中研院的社会所的研究员 郑艳新研究员 应该怎么称呼郑老师吗 可以 老师你好 听说老师刚从法国这个是访问研究 研究访问 是 那从法国你也是去观察有关家庭啦 然后生育婚姻这些事情嘛 这些社会问题 因为接待我的那里的那个研究员 就是一个法国教授 他是整个欧洲家庭人口研究的 非常资深的老师 对 那他除了对自己法国国内的那个家庭生育变迁 有很深的研究之外 其实他也了解整个欧洲的状况 然后最近他开始对东亚有兴趣 因为韩国生育率最近低到一个不行 然后他们从几年前开始就是国家研究机构 韩国的国家研究机构 就是准备了非常大笔钱 照生育率一直很高的法国的专家 来给他们对策说要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做法 我们不急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聊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郑老师的一些研究 还有一些论文 有些是给比较大众可以看的 其实大家可以找到 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开始来了解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生育率也是很低嘛 就少子化 大家都会谈少子化社会的冲击啦 种种的 那很多其实是在谈不婚 这也变成一个话题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刚从法国回来 不知道前一阵子我们这边很红的一个戏剧 叫俗女养成记 我知道 你也知道啊 我看了第一集还没继续往后看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上周就访了这个原著的作者 然后在谈到说那种 这个那个年代啊 就是差不多六年级 六年级的女生 这个很多现在还没结婚的这种心情啦 然后台湾社会对于结婚的一些想法 我看到比方说一些数据非常的有趣喔 可以初步跟大家讲一下 例如说男女对于婚姻经济条件的期待 仍然是很有性别上的差异啦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长期的研究 我发现台湾即便是到了现在喔 到了这个应该说这几年吧 如果你的薪水月薪低于三万的话 有将近一半是没有老婆的 可是女性的话就没有这么多 我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其实就很有趣啦 那包括说婚后要不要跟南方同住 据说1990年的时候 有54.6%的民众认为婚后应该要住南方家 可是到2015年只剩下27%的民众认为应该要住在南方家 然后呢这个关于离婚的观念30年来也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大家听听这个就会觉得你跟父母怎么会没有代沟嘛 因为研究者就告诉我们就是观念调查就是不同 所以不是你父母的错 它是他那时候的正常喔 1984年的时候啊 有88%的民众认为夫妻不和而离婚是错的 不能只因为不和你就离婚 因为你已经结婚 有88%的人认为不可以这样你就离婚 可是现在有61%的民众认为不和就离婚没有错 整个大翻转 所以你看看这些社会的变现跟改变 我们如果能够去从历史上来看一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是很值得深思 那我今天特别要请郑老师跟我们谈的是这个生育跟婚姻的问题 首先啊 台湾的生育率是世界200多个国家倒数的嘛 韩国比我们低吗 韩国去年2018剩0.96还是97 就是跌破1 但是那个是时期生育率 那台湾最低是2010年0.9 所以 但台湾去年就是也只有1.1多将近1.2 就其实都不高 就是垫底的 所以在你写的那个就是 像在口 韩国的社会学 韩国的社会学就是比较科普 让大家可以了解 你第一个就要解的迷思 就是生育率是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这个生育率是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讲说所谓的台湾的生育率跌破1或1点多啊 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说 每对夫妻 一对夫妻有两个人 可是如果小孩子不到两个的话 那就代表人口减少 大部分只知道这样啦 可是里面其实还有看说 例如你有解析说 时期总生育率跟世代的生育率 所以大家听到生育率一般听到的是什么 时期 什么叫做时期生育率 时期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可以拿到2018年的生育率 那2018年的台湾的总生育率 是拿从15岁到49岁的女性的年龄别生育率 比如说2018年全台湾15岁的女性 多少生了几个baby 然后除以 不是那一年生吗 就是说 是哪一年 2015年这一年 2018假设2018年 假设2018年假设20到30岁的女性里面 生了多少个baby这样 对 然后年龄别是通常用单龄的 所以比如说15 16 17 18 一直到49岁的女性 各个年龄各生了多少小孩 这是她的分子 然后除以 每一个年龄的 那个育龄女性的人数 好 所以这就是年龄别的生育率 每一个年龄的 15岁有一个数字 16岁一直到49岁 你把它加肿起来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时期生育率 然后这是最常被用的 因为她只要那一年结束 那个护证资料一释出 就可以计算 但是你就去想 她从15岁到49岁 分别是35个出生世代 他们分别是 对 35个世代 对 那所以等2018年的15岁的人 我们必须等她到49岁 或稍微宽松一点 45岁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2018 15岁就是2003年 这个出生世代 她一生 他们一生到底生多少小孩的比率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35个 出生世代合起来 这个2018的时期 时期就是指那一年的 这个生育率 她会很容易受到教育扩张 女性晚婚 延迟生育 而有那种所谓的步调 就是delay 你那个生小孩 全部往后延 所以本来比如说1970年的时候 25岁女性的年龄别生育率 可能我随便讲个数字是0.12 可是她到了2018年 25岁没有人在生小孩 大家都还在念书 对 她可能变0.06 对 那如果很多个年纪 从24岁25岁26岁 一直到30出头 所以大家都开始delay 只是每个年纪delay的 那个程度不一样 那你就会在某些年 看到急速被压缩的时期生育率 因为那些本来该生小孩的 在那个年纪 那一年没有生 所以可能就会误解说 突然下降很多 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变迁 对 在哪里生的变迁 这些人有可能晚婚 然后晚生 那我们现在更常看到的是 比如说女性38岁生小孩 可是她可能在42岁之前 她生两胎或三胎 对 那以前的女性可能20岁生小孩 可是她说不定到30岁 她也只生三个 所以晚婚的不见得生的少 因为她会知道 她终于找到对象 然后赶快赶进度 对 其实这就大家很多的迷思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就有一个同学啊 她是42岁才生第一个啊 可是她45岁又生第二个啦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后面凑得很快 所以大家可能 听到生育率的时候 不要就只有看一下那个报道 然后就开始做很多那个推测 因为那个比较容易取得 然后要解释上某种程度 有她便利性 可是在就是一个社会急速变迁的时候 她其实是一个高度被低估的数字 是 所以很危险 对 那可是无论如何 即便我们用可以用世代生育率来看 因为就像你写的嘛 就是如果要算到45岁或49岁 我们现在只能拿到1973年次的女性的 那个世代生育率嘛 因为她已经45岁了 就是45岁 意思就是45岁以后不会生了嘛 她会生 可是假设比如说到2018年 1973年次的女性45岁 对不对 你观察到她生育率 比如说1.95好了 总生育率 她之后加上去 那是非常minimal 可能顶多1.96或1.97 你错估的那个空间很小 很小 所以可以到这里看 对相对 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就 只能用推估的嘛 对于比较年轻的时代 例如说1985年次的 1985年出生的女性 可能你要 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她们的那个要 85年要2030 她45岁 对才会知道嘛 但她在1985年次在现在 有那个有统计 不是统计 人口的模型可以去估算 退估 对对对 所以大概也会是差不多在1.35 对 所以这台湾比较大的危机 就是说即便是 已经考量了世代的生育率 她还是一路往下降 对所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那只是她没有时期生育率那么的低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先 从这些数字里面冷静一下 等一下回来谈谈 为什么会生的少 大家好 回到邓慧文时间 和我在一起的是 中研院的郑艳新研究员 我们谈的是台湾生育率 刚才听到了 对生育率的一些了解 但是可能大家 不是那么对数字有感的人 总而言之知道说 它是有减少 那我们来谈谈一些迷思 你整理出来一些大众的迷思 这很有趣 因为我们有这些迷思 我们就会用错误的方式 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有人说超低生育率 都是因为年轻夫妻不敢生第二胎 年轻夫妻现在都只剩一个 是这样吗 就不是啊 那所以有已经在生育年龄的女性 有些人在这个文章发布之后 就在下面留言板说 对嘛 我就发现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很多都有生两个 那也 我必须说 当然都 总是会有夫妻 比如说结了 结了婚只剩一个 有的会剩三个 但就是你在数据上 它会有点 就是互相平均掉之后 我们看到其实是有结婚的夫妻 他们基本上生育率是有 维持在两个 所以其实那些数据变少 是被根本没结婚 也完全没生的人的那边的数字 往下拉的 对不对 对 我就说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假设我们今天看到的 不是时期 而是世代生育率是1.6个小孩 那就其实就是 比如说有八成的女性结婚 生两个 另外两成没结婚 所以0.8八成 乘以两个小孩 加0.2两成的人 乘以零个小孩 出来就是1.6 对 对 那这不代表 结了婚的人 不生二胎 这是nonsense 那至于那个 时期生育率 为什么会降到1.2 而不是1.6 就是我有讲到的这种 延迟的那个效果 它还持续照 那你刚刚这样讲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 比较立即的考量 比方我是1971年生的啦 没人问我年龄 我每次都很爱讲 好像 像我其实已经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世代的生育率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在你的这个图表上面 大概是1.7 所以那也就是说 15%没结婚 所以我刚刚好像读到 你这里面写 哦是15%没结婚 1.7就是比如说 85%的人结婚都剩两个 你就得1.7嘛 所以等于说 我这一代的女性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15%的人没结婚 差不多 只有这样哦 其实差不多 比我想象低 好 你想象的 你想象比较高 是因为你看到 不止你的年纪的 还有再往下 然后往下就是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对 一直到那个40岁 比方我妹妹 比我年轻的 妹妹辈的人 等到他们到我的年龄的时候 其实结算他们没结婚的 就不止15%了 如果比如说晚个5岁 晚个5岁 可能会再加个3-4%吧 哦 或是5% 对 所以那这里就牵涉到 其实你刚刚我休息时间 就是先读为快的 就是那个 问他去法国做什么啦 这个没结婚在我们这里 几乎就等于是没生小孩 几乎啦 可是在国外不是这样 尤其是在欧洲不是这样 欧洲的生育率跟 这个未婚的这个发生 不那么密切的相关 因为他们很多 很多人是婚外的孩子 他其实有很强的区域差别 东欧跟南欧 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地方 他们的非婚生育率会比较低 可是像法国那个中西欧 一直到北欧 那种福利国家 或是性别平权程度高的国家 就是没有例外 通通那个非婚生育率很高 尤其冰岛 冰岛最近的统计是 全国一百个婴儿 有八十个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没有婚姻关系的 可能只是伴侣 或者根本已经分开了 有单亲的妈妈 但是也有同居稳定的 是 就在不一定是进入 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那这些非 就说非婚生宝宝啦 有如果只跟着一边的话 是跟着妈妈多 还是跟着爸爸多 基本上即便爸爸妈妈没有结婚 每个国家法律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只要这个 那个亲生父亲愿意认领 他就是他的 就在法律上是可以被认为是他的父亲 但是在生活上呢 他们是跟妈妈住比较多 还是跟爸爸住比较多 这个我没有特别是去看 但是应该如果是夫妻是同居的话 那当然不能说夫妻 就是男女同居的话 当然小孩就是跟两个 那如果比如说是已经分开的 那就是他们彼此的那种安排 那我要讲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会这么高 然后他们都觉得不一定要结婚 就是才生小孩 是因为就从国家对小孩的照顾来讲 爸爸妈妈有没有婚姻关系 完全影响不到这个国家 对那个小孩照顾的义务 那小孩所受到的福利教育 各方面的那种国家贯注的资源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些地方这些国家的孩子 都是政府付钱念到大学嘛 至少高中吧 对对对 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但对是很全面的 然后医疗也是全面的给付 对不对 甚至我知道有些欧洲的国家 即便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自己没有合法的居留权 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生了小孩的话 因为小孩在那边就可以受教育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边 基本人权 对就住着 而且还会让你有地方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一样的思维逻辑 所以据说就是其他的国家 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看到台湾的低生育率 被这个不婚率来解释的时候 觉得很困惑是不是 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 为什么你们非婚生育的 那个比例那么的低 那你怎么解释 你被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解释我们这边的文化 其实他们很难理解 因为他们整个 这个传统观念是跟宗教绑在一起的 那你知道现在法国 虽然是天主教国家 可是他世俗化很深 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上教堂 所以他那个所谓传统的力量 对他们的影响 已经在几十年的那个过程当中 慢慢冲掉 可是我们的儒家的那种 家庭观念啊 甚至女性的争操观念 所以争操观念是不能有婚前性行为 所以结婚以前不能结婚以前 或结婚之外不该有小孩 这其实全部都绑在一起的 那导致我们就是对 非婚生子这件事情 容忍力很低 这个对欧洲人来讲很难理解 不过就我接触的那个法国教授 他认为其实整个就是一捆 就跟我文章里面讲的很像 因为你们对家庭的想象 对年轻人的所谓的管束很僵化 所以他们的自由空间很少 对那现在你知道 就是就学就业 只会把你整个那个所谓的 那个成年期越拖越后面 到你能够成 晚熟世代 那你又非要他一定要能结婚 才能生小孩 这基本上不是非常很 不是很practical的事情 而且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其实他就是选择很小 他没有什么弹性 对那他们他们认为 因为整个弹性很低的结果 导致如果要follow传统的那个观念 压力很大 压力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因为你刚刚讲说捆包 我很有感就是说就是说 例如说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嫁 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娶 本身家庭的这个约束力就很大 然后就算你乱嫁乱娶了之后 其实整个家庭会让你承受这个后果 例如说长辈不断的不满啦 跟你的伴侣之间 我们讲剖析问题也好啊 或者是女婿也跟月嫁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婚姻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嘛 它就是整个东西绑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过我最近看到那个日本好像也要跟进 就是这种措施 这两天我才看到一个报道说 以后好像也是 小孩教育 小孩会教育到大学以前嘛 然后医疗费用全免 就是寄出这个 因为日本的生育率好像也是下降 日本生育率是1.4 时期生育1.4 然后他们的世代没有低很多 他的世代生育率 我之前才看没有差很多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延迟效果 已经有点消失了 所以他 但是整体来讲他就是大概 就是低了啦 对对对对 他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延迟的现象 我们要知道就 日本是19世纪末就工业化 所以他的 他那个生育率降到替代水准以下 低于2.1个人是1950中期就发生了 是 然后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去调整他的社会 调整他的政策 调整他的两性关系 或是性别平等 有吗 他们的性别平等有调整吗 就是没有 所以他有这么充裕的时间 他还是没办法就是闪过 他生育率一直跌跌跌跌跌到 跌到最近 这几年已经有上来一点 之前曾经跌到1.2左右 那现在有到1.4 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就是没有起色 那重点是国家砸了非常多的钱 而且大规模的修 那个那个预 那个叫什么 轻值价 就是留职停薪的那种轻值价 像日本跟韩国 其实在这方面的福利措施 不输他其他OECD的欧美国家 有啊因为我听过很多 我忘了是日本还是韩国 反正他们很多地方的那个育婴价 例如说可以请 假设可以请两年 里面规定有 比方三个月是一定要付请 才能请 希望这样能够去平衡一些传统的 那种性别差异 可是我觉得 如果这种方法有效的话 规定是规定 但你去看那个统计 就是申请育婴价的爸爸 在日本韩国台湾 比例是超低的 超低啊 就是比如说 如果有一百个新生儿 然后说今年 假设会有一百个爸爸可以申请 几乎都是十percent以下 甚至韩国日本 我忘记在哪几年 有到四percent两percent 有啦我们这边其实 现在有 有啦我身边开始 有一些人是爸爸请育婴价的 那应该是在公家机关吧 私人机关可能会困难一点 好像是太太赚太多 还是有一点现实的考量 不过我们我们其实从这些迷思 其实要看的是说 那到底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做些什么 才可以帮忙对应这些问题 然后因为少子化不是只有人口的问题而已 大家要知道这是参加人口结构的差异 劳动的人口劳动的结构的差异 这甚至会我前几天听了专家讲 这甚至会影响房价的 因为人口的比例的问题 对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未来我们面对一个少子化 其实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 都会送到很大的冲击 像你刚刚说日本的那个交叉点 就是说出生的婴儿跟那个老年人的那个 那个人数的比例 就我们的社会正在急速的往这个地方去面对 说要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个人又能做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听听 大家好 这里是邓惠文时间 我和郑彦欣老师在试图理解这个 台湾的少子化现象 所以你这边有一页很难的解析 坦白讲我没有办法理解得很好 所以来请教一下老师 是不想生还是没结婚 这个就是到底这个台湾生育率超低的关键点 你说不再已婚夫妻少生 实情是这个结婚率下降 驱动了生育率变低 是这样 所以结婚率的确是下降的 对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那依你的观察 缓步稳定下降 是依你的观察是为什么 就是我认为在以往女性没有受到 没有太多受教育的机会 然后也没有太多职场发展的可能的时候 进入家庭结婚 变成是她人生中某一种的事业 出入 是出入你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件事 然后在那个 现在是死路 我不敢这样讲 没路走走结婚 对 所以就是而且大家都结婚的状况 台湾到1980为止 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全民结婚的社会 你就到1980年为止 全民结婚的社会 就是到1980年50岁左右的男的跟女的 基本上都是98%到97%已经结婚 50岁 1980年是民国79 对对对 然后50岁就是1930年20几年次的 可是从20几年次的在1980年的时候已经50岁了 我们会看中生未婚率都要看50岁左右 有多少percent没结婚 那从1980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个中生未婚率是一直在扩张 那像你刚刚讲的1971年次大概有15%的女性没结婚 男生通常会多一点点大概17% 是男生比较多对不对 当然对男生会就是会 因为我们已经出生的时候就就已经男生比女生多 然后我们还多胎多女婴 所以一开始就会歪掉啊 那这是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男人本来就比女人多了 然后再加上男人 就是如果男人经济不怎么样的话 更不容易结婚嘛 是不是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讲的 同样赚三万块的话 女人 就是同样赚三万块的人里面只有24%的女人没结婚 可是有将近一半的男人没有结婚啊 这也是某一种指标 因为还是觉得说男人是要经济支柱 女人是贴补家用 所以女生薪水低一点 有时候反而在婚姻市场上是利多 你赚太多钱 给人威胁感 对 给人威胁感 所以你说 这个东西在这个冲击下面是女性可能就是说她自己的独立性变高了 应该是说因为她有了很好的教育 然后职场也越来越能够吸纳更多的女性进入 甚至有长期的职业发展可言 那当她选择变多了 这是所谓那种马斯洛心理需求 你知道她就越往上走 然后就不会只是为了生存 所谓的生存就是所谓的找饭票 以前 那就是啊 这个男的看起来品性良好 有稳定工作 还OK的学历就可以嫁了 可是现在女性要的是心灵香气 其实男性也是 其实心灵气和 对 然后价值观接近 发展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可能就 我觉得我自己看法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心灵气和 你就很难把婚姻当成一辈子的事 我的意思是说 心灵气和 短暂的 这个时期我跟你气和 不那么难 但是如果配套的婚姻是说 一进去就很难出来 或出来之后你会遍体鳞伤 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时候 那就会让人却步 因为下一个时期 我会不会跟下一个时期的你 观念还是相通 其实就很难啊 像我最近看一个朋友 他在写说 过节非常的感伤 他失败的婚姻嘛 那个对象是他从高中 一直交往到大学毕业啊 那时候非常的契合啊 可是后来各自步入 社会进入不同的行业之后 价值观就越来越来落差 就很大了嘛 会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就是 步调很快 又很多元 那我常常都说 我个人观点啦 就是女性男性都不要太早结婚 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可能跟你一个大学同学 交往了很多年 觉得非常稳定 然后想要结婚 然后选择在二十四二十五岁结婚 可是某种程度 我不敢说全部 但某种程度是有点危险性的 因为你们刚开始进入职场 然后有的甚至会继续念书 未来的十年 那个变化非常大 眼界会越来越宽 你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笑话 为什么这样危险 为什么不能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就结那时候的婚 然后准备三十岁的时候 换人再来一次 我跟你讲个笑话 真的 我有个原亲的姐姐辈的人 然后小时候就有人家来家里算命 然后那个长辈就叫小孩辈的 通通来算看看这样子 然后那个姐姐就辈算命的讲 说她就看一看 我忘了是看手还是摸骨 还是听她的巴子就说 你这个女孩就说 你家这个小姑娘 就叹了一口气 她说这个很难 这个注定 爱给两拜 然后那个阿姨就很烦恼 就很难过 怎么办 我女儿会因为失败或什么 然后那个姐姐那时候 大概十几岁吧 十来岁吧 然后听了就一直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 我说姐啊 那个阿姨很担心 人家这样的讲 她说 我真的不懂 他们在担心什么 好棒哦 你们都只有一个老公 我可以用两个 对对对 那我刚刚会说 危险是因为 其实父母辈对这件事 还是不接受的 所以你当然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说 之后 如果三十几岁 然后再来一个 但其中间 你有一些心理 跟社会上的成本 看你愿不愿意承担 所以这其实 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的社会 对这个东西 要的成本很大嘛 例如说 离过婚 我其实 姜儿讲的不一样了 姜儿说 如果你今天是四十几岁 人家问你说 结婚了吗 你就 理直气壮的讲 离婚 离婚 比还没有结婚 据说更有尊严 姜儿是这样讲的 你觉得呢 没有亲身去经历 不过有可能 因为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其实 其实还是蛮希望说 都要结婚 就是没结婚 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 我们给大家一个数据 好不好 所以现在到底 那个结婚的 有没有一个 某一种数字 可以让大家有个概念 是现在到底 有多少人没结婚 像你刚刚讲的 现在四十几岁的 有两成没结婚吗 还是更高 刚刚讲的是 1974年次的 对 大约女性 有两成没结婚 那现在三十五岁的 有多少没结婚 三十五岁更多 我现在手边 没有那个 内政部那个资料 那个其实查得到 但你现在看 有没有四成 现在三十五岁的 有没有四成没结婚 应该有 有嘛 对不对 然后那种二十五到二十九的 都是八成没结婚 对啊 现在你如果二十五岁结婚 人家会觉得你很怪异 我有朋友 他二十五岁结婚 然后就噼里啪 一直生小孩 生到第二个的时候 他妈妈抓狂了 他妈说 我不准你再生小孩 你在干什么 我帮你栽培这么大 你就在那边结婚生小孩 不做事的 就把他骂一顿 然后妈妈责怪女儿说 你怎么可以二十几岁 就一直生小孩 你为什么不去上班 念研究所 或者是干什么 这妈妈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她女儿如果现在是三十五或三十九 她的焦虑到不行了没结的话 所以现在就是想这样 二十几岁的时候 应该说二十岁谈恋爱 想生孩子结婚会被念啊 说太早葬送自己的前程嘛 等到三十五四十的时候 没结的时候就说 你怎么可以 没有婚姻家庭的概念嘛 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 其实抱怨起长辈来都会觉得说 就是让人没路走嘛 可是如果听了 例如说你的老师的研究的话 就会比较理解这个观念上 真的是有一个差别 那你去欧洲看 比方说法国人啊 法国人为什么那么爱生小孩呢 很省事吗 反正生活都不用养 也不是不用养 那对他们讲 不是特别有压力的事情 首先他们不会有 我们这种儒家社会 小孩一定要不能输在起跑点上 然后你要花好多钱 尤其中产阶级家庭 送小孩去裁疑班 那个在法国人听起来就是 你在干嘛 可是这个我又一直就不懂 因为我刚刚才聊裁疑的事情 这个应该下下周会播出 大家听众朋友可以等着 那法国人没有花那么多钱 送小孩去学才艺 可是他们有才艺的人 也不比我们少啊 比率不比我们少 他们会弹琴啊 会琴棋书画的孩子 才艺也没有比我们少啊 我认为他们是在教育过程中 让孩子适性自由去发展 去挖掘 而不是说父母会很急着说 在小孩比如小学阶段 你要学画画 要学钢琴 然后要学舞蹈 男生学小提琴 女生会弹琴 然后就是这些 天哪有这么多要学 对对对 学不完 还有什么实验课 科学课 然后还有什么 口才班 我以为只有送他补英文 我做母亲的责任已经进到了 还有围棋班 现在非常多 围棋班 我有听说 所以他们 应该说他们对于做父母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焦虑吗 或者没有觉得我责任 要管到那么多 对而且他觉得小孩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 念书念到什么程度 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今天小孩 你只念到高中了 你就不念了 他们不会崩溃啊 他们就觉得说那是他的选择 会不会他们对于人生该怎么样的想法比较多元吧 是 价值观 某种程度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都这样 但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是有啦 而且我觉得 比方说我自己在英国求学的经验 我觉得我的同学里面啊 好多人都有过好几次的婚姻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那种 伴侣啦 婚姻的事情 没有我们看的那么的严重 我不是说不重视 但是没有并没有把这种事情看的那么严重 我觉得这可能跟 就是欧美社会比较偏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有关 那东亚儒家社会就是集体主义 所以集体主义就是你一个人的脸 不是你的脸 是你全家族的脸 不过这个东西在改变中 对不对 对 但就是还是要花一些时间 就小孩即便他父母是相对开放 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想法 可是在很多决定之前 他一定会稍微想一下 我这个会不会给家人带来困扰 你做什么事会想到说给你家人带来困扰吗 我吗 例如你要研究什么 会觉得说研究这个会不会不光彩 比如说我有一些研究是在讲台湾公众 对同性恋的态度啊 是 那我爸爸基本上他应该没有在说什么 然后他有一天在看电视 然后就台湾同婚通过五月底那时候 就说这搞什么 同性恋结什么婚 我妈就说你不要再讲啊 你女儿有做这个研究 然后他就丟去 所以你看他们是很尊重你的嘛 对不对 他就不会多说什么 可是他的脑袋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男男女女会彼此相爱彼此心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啦 那时候在那个就是公投那时候 他很崩溃哦 因为他其实是有出轨 他有告诉他的家人 他是同性恋者 女性还是男性 男性 可是在投票前啊 投票前哦 他的父亲叫他的母亲 他的亲戚 他的家人都要投反对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心碎 就是家人在知道的状况之下 父亲在知道的状况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 和我在一起的是郑燕新研究员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迷思好吗 女性书念越多的越不生小孩 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在比如说二三十年前的确是 那可是在那个时候台湾是相对生育率比较高的 例如说我这边有个数据 你说二三十年前 那我们要看的就是比方1990哦 或是更早的之前 1985好了 就比如说大家都生三四个小孩的时候 教育程度高的的确可能会 只生一点多个 生少一点 然后教育程度到一点多个 然后教育程度 所谓比较低是高中以下的学历的 可能就有生到两个多这样子 其实这也都不高了嘛 对不对 1985 但这个是世代生育率 嗯 欸不对是时期 时期 是是 所以有趣的是 应该说教育程度高的女性 生几个已经一二十年来都差不多是这样 她有一点点对 持平了一阵子 持平一阵子 但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 在这一二十年来是少生了 嗯 降幅很大 他们以前生比较多 现在生比较少 对 所以这是 即便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 现在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 或是想法 我觉得这可能跟经济层面的那种限制是有关的 比如说 呃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低薪困境嘛 那其实对那种教育程度偏低的人来讲 他可能是更严峻的 那我们现在讲到生育这件事 他其实不只是任何男或女一方 所以呃你牵涉到两边的时候 你要去看男性跟女性的薪资 他尤其在低教育程度的人 他他他的那个状况 那他如果薪资其实状况呃非常的不理想 这要生养小孩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尤其已经不是农业社会 对那所以所以如果这样讲 那政府想说我就补助你们生小孩啊 拿多少津贴啊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重点解放 呃生小孩的津贴顶多一胎 最多一两万吧 两万 那个可能没两下就没了吗 就是这真的会 就是他可能发今天没有不好 就是任何对父母新手父母的经济帮助都是好的 可是你要说透过这几万块 让大家愿意生第二第三胎 这可能有点困难 我把你的话说的更直白一点 是不是说其实就算你怎么补 你实际上国家也没有那个财力 补到让大家觉得没有负担 如果现在生小孩会让人家觉得有经济负担的话 所以其实那真正的解放会在哪里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那个私托非常的贵 那如果私托一个小孩就一个月要两万出头的话 那你要想想看高中以下学历的女性 她一个月的薪水有可能就是这个范围 她还要付房租耶 对所以她要不是就工作辞掉留在家带 因为你那个算的结果就是自己带比较划算 那先生必须要某种程度的那个收入 对然后你还假设她没离婚 对对对那不然的话就很辛苦 是那有效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改善一下这个大家比较迟疑 不愿意生孩子的 因为我看起来在你的论述里面 你觉得说与其补这些无关痛痒的钱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被做到 例如说从小就应该要落实这个一种性别平等的教育 或者说要让整个社会是一个比较性别友善的 这个这个性别友善跟生育结婚有什么关系 这个其实是相对长城然后又需要很多时间去推动的事情 那我们必须了解教就是儒家社会曾经是一个男尊女卑 其实现在某种程度还是 对那所以女性要进入家庭 她其实要面对很多 她是面对一个陌生的先生的家庭 然后有很多所谓认为是符合媳妇角色该有的一些义务 那这些东西如果又发生在一个对女性相对不友善的家庭 加上比如说外面的职场对女性可能不友善 那她这个压力是非常多重的 对那所以这个就会让比如说甚至进入婚姻 或是进入婚姻之后生小孩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当女性某种程度她发现我其实虽然薪水没有很高 或是我薪水很高 那我可以养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躺这个浑水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啊有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 甚至有些比如说夫家也不错 自己经济状况也很好 对女性可能也蛮尊重的 但是她非要你生一个儿子 然后你知道台湾的那个那个新生儿性别比 到第三胎其实没有没有像新闻上看起来 就是说已经到一点零六 就是很很自然的状态 她还是是一点一三 然后你如果去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她更高 她比高中跟高中以下的那个 男性 生男的 对的那个那个性别比更无外 就是她其实剁掉更多女 你就是她选择生男孩的 对那为什么在第三胎以上 所以他们受的教育并没有促成性别跟开放平等的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吊诡的事情 我曾经就是跟朋友也在脸书上讨论过 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圈 我就说我认为这中间的心理机制是 这些一路都念大学 相对程度是品学兼优的女孩子 进入婚姻之后 她很难去 接受失败啦 因为节目时间快到 替你直接说结论 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赢 我怎么可以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被认为是失败 我就拼给你看 或者我更有能力去做这些医学上的协助的话 所以谢谢政研究员今天给我们很多新的概念 也让大家好好的想想 我们如何促成这个社会 可以更友善 然后可以有更多新生命的到来 谢谢